有的人躺平之后 一下子就睡着 有的人则是很久才能入睡 请问躺平多久之后入睡 表示一个人身体最健康呢 A 5到8分钟 B 15到20分钟 C 30到45分钟 计时开始 最健康 感觉像A吧 15到20 45到30都是有点很久 对 这有点太久都可以 可以飞去哪个地方 对啊 飞去哪 A 5高手 没有 她好恐怖 那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如果很累 5到8分钟吧 很累就会立刻睡着 像有时候很累就秒睡 所以健康的话应该就是5到8 就比较没有睡眠障碍 因为我觉得15到20分钟之间的话 你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你就忍不住想玩手机 对 会会 然后想看一下东西 对 因为15分钟好像有点久 5 4 3 2 好 来 继续走 你们的答案是 A 5到8分钟 对 能马上睡着不是很健康 对 其实我觉得本来说 我们有5到8秒的 没有 就 你不要累到睡 有些人是累到睡 你看小孩子健不健康 对啊 秒睡 小孩子可怕 小朋友坐车子 你那个一个红绿灯一回头 那个小朋友在后座已经睡着了 对 以路的小孩 我们的小孩从来都不是这样 我都快要睡着了 她就 妈妈 我说你怎么还没睡 40分钟了 真的啊 真的 我女儿超可怕的都不睡觉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正常 可是她是5到8分钟 她说她每天都这样 不是 因为她运动 她有起乔到车 对啊 然后她就说会不会是因为太累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这样不健康 我说可是我每天 就是身体太累 太消耗了 很需要睡眠 所以问题会出出这种现象 并不代表越快越好 是不是 如果这样5到8 10都有选择性的 我觉得5到8是一个时间 因为真的有时候累到不行 真的是5秒就睡着了 就是一下躺在床间就昏睡 什么 回到饭店就立刻 对 灯还亮就睡 可是我觉得5到8分钟 可是马莉安 你刚刚讲的问题 本来就是累到睡 不然怎么样 就是你很劳累 你很疲累 但是有些人它是规律 譬如说我晚上10点 时间到了 我就去睡 对 但我可能那一天我还有点精神 我会躺在床上想一些事情 才睡着 对 或者是可能听完半张专辑 那太久了吧 对啊 5到8分钟 对后说 是什么 真的假的 是是不是很小 躺平后进入熟睡前 会有15分钟左右的 迷迷糊糊浅睡起 许多民众认为躺在床上 不到5分钟就能睡着 代表一个人很好入睡 身体也很健康 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 若是没有经过这个阶段 就马上入睡熟睡的话 表示疲劳已经累积 超过了睡眠不足 而且全都反映在身体上 而超过30分钟没有入睡 代表身体还不累 可以起床做些其他的事情 之后再睡